大家好,我是小曼 今天给小佳做一个折面 这是刚才醒好的面 大概醒了20分钟 其实我也不太会做折面 刚才在网上看了一下教程 第一次尝试 大家好,我是小佳 今天中午顺路回来吃个饭 直接给面上一抹 然后一想就想了,直接扯 这个面上刷一层 切成这种稍微宽一点 感觉有点多了,我都吃不完 春儿晚上再吃 应该拿那个保鲜膜盖一下 但是人家没有那个保鲜膜了 那这啥 那那种塑料袋 看着这都不像保鲜膜 好 想个十分钟就行了 时间长一点 准备开扯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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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挺好拉的 还可以 面都没炖 好了 尝一尝,不然面条 嗯 嗯 蒜苗 生姜 好 油热 冒烟 好嘞好嘞 好嘞 吃辣一身 这小碗刚好 太多就不香了 开吃 好吃了 今天这个面比较筋道 因为我想的时间比较长嘛 断不了 吃完 吃完 喝一口面条 我们都吃完饭了 韩韩还叫不回来 我还打了好几个电话 面都土薄了 我还高兴了 都不吃饭 你希望别给他发电话钱 嗯 他一直要饿到下午6点 马上6点 马上6点 休息一下 准备去泡滴滴了 嗯 到今年我们已经毕业整整十年了 嗯 一二年 嗯 刚开始毕业的时候 我们 我俩一块开了一个手机店 手机店不干之后 然后就和朋友一块开了那种儿 儿童游乐场 在商场里面 就那种实力攀岩的呀 还有锻炼的 还有那个跳跳床 嗯 做了几年 然后想继续做 但是商场 不续签合同了 对 合同到期了 挺麻烦的 当时 嗯 当时我 你跟朋友一次 同事开了两个店 嗯 对 想想曾经也是一个小老板 还雇了 小小的 对 雇了几个 还雇了几个员工 嗯 当时那个行情还还可以 当时 也没有疫情啥的 嗯 大概就刚好做到 移情快来的时候 然后商场也不续约了 然后就没开了 不过我觉得也算幸运 如果感到疫情 那损失 不是一点点 有那个房租 还有员工的工资 对 幸亏也 及时止损了 一关可能就关好几个月 对 估计也撑不下去了 碰到疫情 所以说 有时候不幸的话 也算是一种幸运 对吧 这里还有 带哈哈 还有 我哥的孩子 当时一起去 小家店里玩了那个照片 嗯 这时候才几岁啊 两三岁 对 我记得当年 你们还有那种 第一届 员工大会 大概有十来个人吧 我记得 差不多 还挺壮观的 嗯 也算是当时比较飘的时候 人生的辉煌时刻 也不叫辉煌时刻 也不叫辉煌时刻 也叫就是当时 也比较意气风发吧 咱那个下水道 那块坏了 你来修一下 嗯 我正在找工具 是不是应该拿水泥摸一下 这个就是防水的 这个就是防水的 好了 嗯 干了一天 今天千万别洗澡了 我没走了 九七三七啊 现在休息到这会儿给空调换一个空气立心 在网上买了一个配件 换起来应该挺简单的 生意装好了 tty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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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